而手頭寬鬆的 就可以想想要怎麼樣來投資 而現在兩岸貨幣清算行已經確定了 所以大家就很關心 什麼時候能夠開始到銀行存人民幣 那每天又可以存多少錢呢 而中央銀行總裁彭華南 今天在立法院達詢的時候就說 農曆年前應該就可以存了 而且每人每天的存款額度限制 應該會比香港來的寬 也就是說上限可以超過兩萬塊人民幣 期待已久的兩岸貨幣清算機制 在中國人民銀行宣布 中國銀行台北分行為人民幣清算行後 終於邁進大步 對人民幣業務核實上路 彭華南12日在立法院財委會做說明 在農曆年前可不可以開始啟動 現在關鍵是卡在什麼時候 大陸的人民銀行跟中國銀行 台北分行簽署這個協議 對於核實上路 彭總裁很保守 只說不是台灣單方面可以決定 立委賴石保委提出 民眾關心人民幣存款 是否比照香港制度 每人每天兩萬人民幣 是每次兩萬塊錢 廢到大陸去 廢到同名賬戶去 是八萬塊錢 那未來我們中華銀行的目標 當然我們會跟對方協商啦 希望人民幣商品即將開放 為台灣資本市場注入活水 民眾理財也渴望多出更多選擇 UDN TV 吳凱中 張崇敏 台北報導 都